依據你是臺灣人嗎 倒進外籍移工 在臺第二代成了 無國籍孤兒的無奈 這劇本是來自真實案例 像這樣的社會現象 其實天天都在臺灣 失戀移工間真實上演 小寶連那個學籍都沒有 依照他的學籍 他應該已經要四年級了 他從一年級開始讀 雖然他的個頭 比其他的孩子還要高一點 雖然小寶終於可以上學讀書 但他還面臨另一個更棘手問題 因為他拿不到合法戶籍 成功率只有10% 會這麼困難 都是因為失聯女醫工 在臺灣大多是非法黑工 就算孩子的父親是臺灣人 不過怕被抓遭到遷返回國 所以不能登記結婚 小孩也無法被臺灣生父領養 更沒辦法抱戶口 另外女醫工 如果在母國還有婚姻 不只要證明孩子 生父是臺灣人 也要打訴訟 讓前段婚姻失效 孩子才能擁有臺灣身分 不過要是孩子一出生 就被棄養 身分取得反而最容易 政府可以直接出面收養 讓他成為臺灣人 目前在臺灣 印尼籍的失聯移工 人數最多 而且一旦生下孩子 生父又是臺灣人的話 孩子要跟著母親回到母國困難重重 沒有找到生母的話 並且認定為是無國籍人 那我們就會進行相關的收出養 及規劃作業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各國其實多少在 邊境管制政策上都區域嚴格 那以越南來講 他們幾乎是鎖國的狀態 三四五六 外籍公媽媽每天都會帶著孩子們 到公園放店 只是看似無憂無慮的嬉笑聲背後 孩子們的未來其實讓人憂心 因為法令沒鬆綁下 他們無法取得合法身分 十八歲成年後 衍生而出的問題 恐怕將越來越棘手 近新聞新聞專事由 為劉威廷 採訪報導